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血 口腔异味 牙齿松动这些表现 那么我们临床上怎么去治疗呢 我建议每一个发现有牙齿出血 牙周出血 牙银 红肿 易农和牙齿松动的患者 第一先去医院进行一下牙周的基础治疗 牙周基础治疗包括银上的节肢术 也就是洗牙 咱们通常说的洗牙 还有呢就更专业了 就是在做一下银下的刮治术 把银沟内的牙结石 菌斑 以及破坏了的牙周组织刮出来 然后减少刺激因素 这些呢都是对于牙周基础的治疗 那么同时希望每个就是患者呢 都要注意在做基础治疗的同时 也应该适当的服用一些抗生素 抑制细菌滋生 同时呢更加重要的就是 养成一个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 每天坚持刷牙漱口 最好每天刷牙的时间不少于五分钟 每一次刷牙时间不少于五分钟 每天最好刷牙两到三次 这样呢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口腔卫生状况 减少牙周炎的发生 的智能